音樂 其實整個2023年對我來說 是很重要的一年 可以用翻天覆地的改變 可能不單是自己感情生活上高 工作上特別是考慮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也不是很衝動的決定 結婚這個決定我們不闖絕 其實幾年前 疫情前 一直都想做這件事 但因為真的遇上是剛剛疫情 整個旅程就要等到通關才可以做 到2023年 所以其實我們都計劃了很久 或者我們去外地結婚 再跟家人吃飯 其實這都是一直我們有共識 還有我覺得我們舒服的一個方法 都是在我們的計劃之內的 不是神秘 只是因為知道我另一半真的不是這一行 所以我覺得我是有一個責任去保護它 不是阿蘇